王熊山道 小飞 这些足够了 看到王小飞留下了那么多的修炼公爵和炼丹炼器等知识 王熊山也有些吃惊 没想到儿子竟然有着那么多的宝物 爸 你们说得好 我不可能天天盯在这里 这些算是我留下的一些东西吧 以后你们可以找一些人咒 小飞呀 你也应该留一些后代了 几个孩子都没圆房 你到底玩哪样啊 鲁香莲这时不高兴了 瞪了王小飞一眼 王熊山也认真道 说得不错 你有一些后代的话 倒也有一个传承 这事你要抓紧才是啊 看到父母这样子 王小飞也是无语 只好答应了一声 再次把戒指里面的一些贵重的灵草 种到了洞天里面 王小飞看着戒指 里面现在也没有多少东西了 差不多了 往后凭着这些东西 自己的后代也是能够有所发展的 做完了这些事情 王熊山回到了住处 这一回来 王小飞就有些头疼起来 以前没发现自己有多少女人 现在集中到了一起之后 这才发现 自己去哪一个房间 都有些为难起来 小飞还不进来 菜水箱倒也直接 拉着王小飞就进了屋子 王小飞一走入到里面时 一眼就看到 蔡永和蔡君也在这里面 看到这两个小子时 王小飞笑道 你们也没有闭关吗 蔡永恭敬道 姐夫 我和蔡君也不是修炼的材料啊 我们怎么修炼了那么长时间 也没有多少效果 王小飞向着两人看去 看到两人竟然仍然是练器一层的情况 就说道 修炼也是讲的一些悟性的 蔡永道 听姐说了你们的一些安排 我也认为我应该走改造人的路子才是啊 小永啊 情况我早就说清楚了 如果真的成了改造人的话 你的修真之路差不多算是断了 再往后 你只能向着改造人的这条路发展了 你不怕吗 蔡永就笑了笑道 我以前在社会上混的时候 有哪里想了那么多的事情 就算是哪一天被打死了也不知道 现在成了改造人的话 我至少能够强大到百岁之上 这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我愿意 蔡君也用力点头道 哥说得对 改造人驾驶着战舰在星空里面征战 这本身就是我的梦想 现在 眼看就能够实现 这当然是好事了 王小飞就看向了蔡水香 毕竟这是他的两个弟弟 蔡水香叹了一声道 小飞 说实话吧 我也没有信心能够呈现 那一天太难了 我想的就是 抓紧现在的时间 过好自己的一生 虽然我知道 修真能够帮你走得很远 但是 我这个人安逸惯了 修真姐既然是强者的世界 我就不会再去争了 好好地当你的女人 帮你生个一男伴女的 也就满足了 你别想太多的事情 还是由我们自己来决定吧 王小飞知道这事 她已经有了决定 就点了点头道 我尊重你们的选择 不过 你们也不要把改造人 看得那么的危险 米国和北极国 搞出来的那些改造人 其实就是废品 他们并没有真正地得到精髓 你们都有了这样的决定的话 我会在这方面进一步地研究 无论如何 也要让你们在得到力量的同时 不至于身体什么的出现问题 菜水箱就娇笑一声道 这也是我们对你的改造人计划 有信心的地方 相信你不会让我们变成兽类吧 王小飞沉思了一阵道 我会用丹药化去基因中的 一些不利的成分 到时你们会得到强大的力量 至少你们能够达到 原因期的战力吧 这就太好了 就算是地球上的修真者 他们中又有几个真的达到了原因啊 只要是到了原因期 我们的寿命会有一个大幅的提升吧 蔡勇也是双眼放光了 当然了 活个两三百岁 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 如果到时 你们在这方面的技术 得到了突破的话 相信会走得更远 行了 这事就这样定了 我们先发展改造人 如果他们在力量上 强过了我们的话 我们就会进行改造 否则我们先修炼着 嗯 你们的修为越高 改造之后能够突破的几率就越大 战力也会越高 这事不能松险 话说到了这里时 蔡水香看了一眼蔡勇道 还不去修炼去 看到俩兄弟快速地离去 蔡水香一改刚才严肃的样子 对着王小飞娇媚一笑道 现在是到了我们 来研究后代的时候了 你那么多的女人 什么时候才能够给我留一个种啊 说话间 蔡水香已是坐在了王小飞的怀里 王小飞最近也是忍得辛苦 一看这情况 也没想过再忍的事情 就笑道 那好 是到了 让你们留一下后代的时候了 一时之间 这里已是春色满屋 坐在顿心船里面 王小飞的速度 并不亚于归地星人的战舰 向着星空划空而去 这几天 王小飞真的是有一些 乐不思蜀之意了 这也让她进一步地了解到了 温柔香是陷阱的老话题 几个女人都轮着成了她的新娘 每一个人都有着特别的感觉 坐在顿心船里面 王小飞回味着 与几个女人的那种种相艳的感觉 心中也是感叹不已 不过 王小飞也是一个心智坚毅之人 很快就把这些事情放在了一边 她心中也明白 自己有自己的路要走 女人们也有她们的路要走 展开归地星人提供的星图 王小飞发现这种星图 并不是一般的地图 而是一种 有着导航功能的星际航海图 只需要再设定了地点 顿心船甚至就能够自动航行 现在看来自己的顿心船 真的是品级很高的东西 盘坐在船上 王小飞的全身都被护照照住 在这事上 王小飞也进行了一些改造 能量的提供从原来的零食 改成了光热能量 在这星空之中最不缺的就是光热 当然了 如果是碰上了没有光热的地点 王小飞会更换为一种能量的功能方式 改造之后的顿心船速度更快 还不存在能量的消耗问题 王小飞现在能够做的事情就是盘坐在顿心船之上 修炼着 从地球到归地星需要的时间就有些长了 足足需要的是半年的时间 这还是吴恩豪提供的他们的战舰的数据 王小飞也有一个打算 这一路行去 每一段路都设置一座传送阵到某一颗星球之上 只要进行了这样的设置 相信下一步只需要进行传送 就能够很快地通行两地 第一次这样长距离的星空航行 王小飞一路也看到了许多的事物 甚至还在半途中看到了一颗中继星 不过这颗中继星就太落后了 王小飞在与一个野人拼斗了一阵之后 才发现这人竟然是一个修真者 是那种没有达到筑击 而中途跌落到了这颗星球的人 本来王小飞也想过把它带到归地星 结果却是这人在与王小飞拼斗了一阵 就在告诉了王小飞一些情况之后 他的寿言竟然突然而至 就算是王小飞想帮他 也来不及 就在王小飞的面前老去了 安葬好了这个不知道 从哪颗星球而至的修真者 王小飞对于这些中继星球之上的修真者 也只能是抱以通情了 毕竟这些人也都是抱着很大的希望 踏上天道的 只是他们并不知道 天道并不是谁都能够通过 这颗星球倒也有着比地球更加浓郁的灵气 王小飞在星球上找了一阵时 真的有很大的收获 在这颗星球之上其他的东西不多 炼制阵法的材料却是有着不少 特别是炼制传送阵的材料就收获了许多 如果是在修真星球上购置 这些材料需要的量很大 现在竟然在这颗星球上找到了那么多 这也让王小飞对于到规地心去发展一个基地的想法 更加坚定了一些 这里并不是什么都没有 还是有着许多自己需要的东西 在这星球上拿出材料炼制了几个传送阵之后 王小飞决定这一路之上 不必急着赶路 看看还能否找到更多的材料 在这颗星球上找了一个隐秘之地搭建了传送阵之后 王小飞继续向着规地心而去 果然一路之上 只要是有着星球 王小飞都会上去查看一阵 还别说一路之上王小飞的收获就太大了 各种的材料得到了不少 许多材料甚至就连修真星球上都是难得之物 看来自己还是小看了这反俗之地呀 一边是不断的收获 一边是不停的飞行 王小飞的顿星船明显比起规地心人的战舰快得太多 在进行了两次空间的跳跃之后 王小飞的顿星船已是来到了规地心所在的星球的区域 空间跳跃是王小飞发现的顿星船又一个厉害的地方 只要是加大了能量的供应 顿星船进行空间跳跃根本就没有任何的问题 并且王小飞还发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每一次在进行了空间跳跃之后 顿星船的强韧度就会得到一次加强 这到底是什么人炼制的宝物啊 对于顿星船的情况 王小飞更加不解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 自己是得到了这样的宝物 这可是难得的东西